總統賴清德即將在520上任 那麼連日來可以說 內閣人事布局備受關注 而最新消息傳出來 說在競選期間 擔任何欣川的右腳通通入列 好 包括了卓榮泰 他將擔任閣魁 另外正立軍的部分 他則將擔任副閣魁 至於國發會主委公明星 他要出任秘書長 好 除了這行建院的三長之外 和內閣布局人事聯動的 總統府秘書長 還有民進黨秘書長 分別傳出會由這潘孟哀 以及林宥昌來接任 至於在國安傳對部分 跟著了解了 賴清德跟蔡英文雙方有共識 將以穩定傳承為優先 傳出說原本吳釗燮 他也是國防部長的考量人選 但是考慮到 他的屬性更適合國際協調 因此讓吳釗燮 他回任國安會秘書長 至於顧立雄的部分 傳出要出任國防部長 若真是如此 他也將成為我國第七位的文人部長 事實上這回可以說 賴清德他內閣布局低調又隱秘 傳出何處董事長童子賢 一度也是的隔魁人選之一 但是最後他是因為家庭因素婉拒 親自替井磚新大樓接牌 總統蔡英文期許國家打擊犯罪 注入心血 守護國安同樣不鬆懈 520政權交接後 傳出國安團隊將蔡歸賴隨 賴附的國安團隊都有跟你討論嗎 總統眉頭深索 畢竟人事安排馬虎不得 據瞭解蔡賴雙方達成共識 以穩定傳承為優先 由現任外交部長吳釗燮 回任國安會秘書長 現任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 接掌國防部 國安局長蔡明燕則留任 律師出身顧立雄成為史上第七位文人部長 傳出吳釗燮一度也是國防部長人選之一 考量他更適合國際協調 回任國安會秘書長 假情就熟 國安局長蔡明燕在國際情報交換上 卓立生獲得留任 而三人共通點都是蔡英文政府國際盟邦聯繫窗口 賴清德加以沿用 就是要確保台灣和國際對話的恆定性 所以是國家安全議題 這已經不是台灣自己的事情而已 執政的穩定性 我認為是現在的第一要務 面對多變的國際局勢 賴清德選前就宣示維持蔡英文路線 選後留任國安外交團隊重臣 看得出賴清德穩定國政的用意 謝謝陳明花晃新采訪報導